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手上现有的YSL的产品 在开始之前呢 先想和大家来讲一个我今天发生的特别糗的事情 就是呢 我最近新买了一个电卷棒 然后我想说要学习用电卷棒练习卷头发 那么于是今天我就在家练习 然后呢我也是没有看清楚那个电卷棒的说明书 不是太明白它的使用方法 然后我也不知道可能怎么就是昏了头了 我把那个电源的开关按上了之后 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我就想要说试下看温度上来没有 也不知道就是是不是鬼迷心窍了 我就把那个电卷棒就靠近自己 然后我就说想要感觉一下 我就把那个靠近自己 结果就不知道怎么搞的 就贴我自己嘴唇上了 结果呢 好 我的嘴唇就被烫到了 烫了一下 然后呢 总之这一块现在是火辣辣的 嗯 烫完之后我马上有去擦那个烧上膏 但是呢 其实拉近了看呢 我嘴巴还是就是红红的嘟嘟的 嗯 好就是这么一个糗事儿 然后呢希望能博大家开心笑一下 同时呢也想要提醒大家 用电卷棒的时候千万要注意 不要把自己给烫伤了 好 嗯 那么言归正传就开始介绍一下 我手上先有的YSL的产品 我都放在这样一个的小盒子里面 一共是四支 五支唇膏 五支唇膏和一支 呃 这个是唇翠 还是唇釉 应该是唇釉吧 对 我没有做足功课 对不起啊 嗯 然后这些产品的名字呢 我稍后都会放在资讯栏里 然后大家如果感兴趣搜号的话 可以在资讯栏里 查看这些个唇膏的名字 我一共呢有这四支圆管 对于这个包装呢 我相信很多妹子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所以我就不在包装上多做任何解说了 我们直接来看色号吧 呃 我一共有四个色号 分别是 呃 珊瑚色是两个 15号和30号 然后呢 粉色调的是有两支 8号和29号 那么我们先从 我最爱的珊瑚色调开始说起吧 先说这两支 15和30 对 呃 呃 先从15号开始说起 15号呢 它 这 这块的颜色就是这种的 呃 它这个后面写的是日文啊 因为是在日本买的嘛 能看清吗 对 它写的是日文 呃 这个口红呢 据日本的YSL的贵姐跟我说 说在日本卖的是YSL圆馆里就是最有人气的一个色号 是这个15号 先给大家看看颜色吧好不好 对 颜色是这样的啊 它是一个 嗯 就是说淡淡的橘粉色 呃 然后呢 好我们先上在手上看看吧 对 上在手上是这种感觉啊 它这个是 嗯 名字是叫这个 我不太会念这个法文还是英文的吧 就这个 呃 对不上脚 好不要紧 然后呢 应该这个叫简称就是RVS 呃 这个圆管呢 分RVS和RV 那么我手头上有三支 三支是RVS 一支是RV的 呃 那么RVS呢 就是比RV的那一款要更滋润 但是呢 显色度就没有RV的那一款那么好了 但是呃 不过我正是因为看中它的滋润度 然后呢 再加上它显色没有那么好 所以它就会增加一定的透明感 然后擦在嘴巴上呢 就会非常的柔和 非常的自然 就是比较适合平时使用 呃 首先 我就是非常喜欢这个珊瑚色吧 所以我就先选了第一支 就是这个 嗯 第二支呢是30号 30号呢 它也是珊瑚色调的一支口红 大家看这块就能知道 它比较偏橘一点的珊瑚色 然后呢 它撞开来颜色是这样的 上在手上的感觉是这样的啊 然后大家能看出区别吗 上面这个是15号 下面这个是30号 嗯 嗯 然后30号和15号的区别就是 30号呢 看上去稍微还有一点点的荧光局的感觉吧 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准不准确哈 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 嗯 就是比30 比30 比30号 比15号看上去呢 还更要朝气蓬勃一点 然后15号就是 属于是珊瑚色调里面比较稳重的一个色 一个感觉吧 那么这个纯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 那么这个是30号 它也是RVS系列 也是滋润度非常够的 接下来呢 说我的两个粉色调的吧 粉色调是 一个是8号 一个是29号 对 8号和29号 能看清吗 好 嗯 8号这款呢 是RVS系列 然后呢 29号这款呢 是RV系列 那么我们先接着介绍 RVS的这个8号吧 这个8号呢 是我买的第一支专柜口红 也是第一支YSL的口红 当时我去靠柜的时候 其实目的很明确 我就是想要一支YSL的圆管 但是呢 对于我想要什么色号 什么颜色 我完全没有做功课 然后呢 就去了 去了当时 就是也 并没有觉得自己非常喜欢珊瑚色 非常喜欢粉色 或者是喜欢红色 这些都没有 我只是就是想要一支 试什么颜色都好 我先去专柜再说 去了试色 看哪个好看 我再买哪个 当时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去的 那么去到了之后呢 我就跟贵姐说 我说你给我推荐一个颜色吧 嗯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要求 就只要一点就是说 擦起来不要颜色太艳 然后呢 最好是能够平常用的颜色 于是呢 贵姐就给我推荐了这个八号色 那么八号色呢 嗯 它的颜色是这样的 嗯 就是 在相机里看 包括我这样肉眼实际看哈 感觉它是有一点 嗯 怎么形容呢 就是 偏 偏 偏紫色的粉色吧 对 应该怎么讲 就是偏 嗯 这个怎么形容好呢 好了 我很词穷 总之大家能 能感觉到我的意思吗 就是有一点点偏紫色调的 嗯 粉红色 然后看上去就是比较沉稳 比较稳重的一个色调啊 然后 然后当时贵姐就跟我说 说这个八号也是人气色之一 说是非常有人气的 那么 我就试在嘴巴上了 我就觉得颜色确实也不是说很艳 然后滋润度很好 尤其是YSL的这个唇膏 嗯 独有的一个香味吧 嗯 水果香 那么 我之前就知道它有一种果香味 然后我去了之后呢 贵姐跟我说 这是芒果的香味啊 这个我倒是第一次知道 但是 和我们吃的芒果 闻起来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但是贵姐就说它是一个芒果味 好 那么我们先试色看一下吧 这上面是15号 下面是30号 接着我们来上这个8号啊 好 我靠近给大家看一下 嗯 能看见吗 是不是有些反光 嗯 然后这个是8号 对 然后呢 它上在手上的颜色 我觉得 嗯 不如它在这个 就是说 不如它原来的颜色 看上去那么沉重吧 沉稳 它还是看 虽然说 它看上去是比较稳重的一个颜色 但是呢 上在我的手上呢 还是挺可爱的 说实话 然后淡淡的粉色 也没有说是非常的艳的那种 就是特别适合日常装用的一个粉色 好的 那么这个是8号的口红 呃 它也是RVS系列的啊 我最后的一支圆管呢 是这个 RVS系列的29号 是这一款 它这是 RVS系列 嗯 这是呢 我买唯一的一支 RVS系列 RVS系列 RVS系列的意思呢 就是 嗯 显色度是比较好 不是说 不是在YS里面是最好的 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但是呢 滋润度呢 也还可以 当然滋润度呢 没有RVS系列的滋润度 那么的好 但是也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呢 颜色呢 就不是说那种 有透明感的颜色 因为它不是亮亮的那种 它有一点半雾面吧 不是说纯雾面 有一点半雾面 好 大家来看看颜色 颜色是这样的啊 这个呢 上在手上 试色给大家看啊 看见没有 然后呢 它也是 可能是因为通过相机 的原因吧 和这个8号一样 它上在手上 又会感觉比较可爱一点 比它实际啊 在这个口红 这个管里 看上去要活泼一些 没有说 像它乍以看上去 那么的沉稳 那么的成熟的感觉啊 实际上在手上还是 显色度就非常不错了 大家可以看 看出来吗 这个就稍微有一点点半雾面 然后呢 这三个RVS呢 就是比较有光泽的 然后能看出来 这三个就相对来说 有些透明感 这个呢颜色就非常的饱满了 这就是RVS和RV系列的区别啊 以上这四支呢 就是我手上现在有的圆管的口红 接下来说一下方管的吧 这个方管的呢 是这一支 还有一个是这个唇釉 这两支是我前两天才刚刚收到的 这两支呢 我没有去靠柜 直接是在YSL的日本官网上买的 就是这个是方管的啊 这个包装也是大家很熟悉的 就不用多介绍了 嗯 没错 我买的呢 色号就是最有人气的星星色 52号 对 我买的就是52号 然后呢 嗯 主要是说大家都非常推荐这个颜色 也非常的有人气 我就想说 那我一定要入进来 那我一定要入进来试一下看 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颜色 于是呢 就没有多想就在官网上订下了订单 拿到了手之后呢 大家看啊 其实大家应该也很熟悉这个颜色吧 我其实不用多介绍 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嗯 看上去很可爱的一个颜色 很有活力的颜色 也是星星色对不对 但是呢 擦在嘴巴上就会非常的艳丽 很艳丽 我不是说这个颜色不好看 颜色当然是很好看 只是呢 我觉得不太适合现阶段的我 嗯 然后呢 它的这个味道啊 和之前的圆管的味道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闻上去应该也是水果的味道 但是我说不上来 它是一种什么水果的味道 难道它也是芒果的味道吗 总之我觉得味道呢 没有圆管的味道好闻 我自己个人呢 是比较更喜欢圆管的味道啊 好 嗯 先来给大家试色看一下吧 啊 好 我们上在这个地方好了 啊 看见没有 它这个也是 嗯 半雾面吧 应该是 我自己个人认为它是半雾面 然后颜色确实非常可爱 很 很有朝气 很显年轻活泼 但是呢 和我手上这几个颜色比起来呢 还是比较艳丽的啊 不太适合日常妆吧 嗯 好 这就是方管52号的颜色 嗯 非常可爱的一个颜色 但是呢 就是不是太适合现在我的一个状态啊 好 最后来讲这个唇釉吧 嗯 这个唇釉呢 就是颜色 挺可爱 这个 这个唇釉的颜色 我确实挺喜欢的 嗯 虽然我也没有靠贵是色 我只是看了官网上的介绍 我就下了单 但是拿到手之后呢 首先 我看这里的颜色 这一块包装 这一块的颜色 我就知道我一定会喜欢这个颜色 因为大家都知道嘛 YSL的唇膏也好 唇釉也好 唇采也好 都是这块的颜色 就是它里面 口红的颜色 唇釉的颜色 那么呢 这个呢 首先包装很可爱 然后呢 味道呢 香味呢 和它的圆管口红的香味 挺像似的 最主要它很可爱 它里面这个刷头 是一个嘴唇的形状 看见有没有 然后我今天嘴巴上呢 上的就是这个唇釉的颜色 嗯 我们先试色在手上 给大家看一下好了 这一块好不好 能看得出来吗 它 不是 就是 这样的 它上在手上哈 看上去就是特别的 有一点 有一点橘橘的那种 带橘中带粉的 然后 上到我的嘴巴上呢 一开始是很透明的光泽感 然后慢慢的等光泽感没有了之后呢 就会变成比较偏粉色的粉色 虽然它官网上写的它是珊瑚色调的粉色 但是我觉得它上在我的嘴唇上 呃 光泽感没有了之后 它就是 基本上是在我的嘴巴上呈现的是 没有珊瑚色调的粉色 所以呢 这个颜色啊 真的不能相信官网上的介绍 你就得自己靠柜去试 靠柜试色完之后 得出的那个结论呢 才是最适合你自己的结论 呃 那么我现在这个嘴巴上的颜色有一点干了 呃 我再擦一遍 大家看看效果是什么样的啊 呃 那么我擦起来的时候呢 我就是 用这边嘴唇这个凹进去的这一面 上下嘴唇 然后呢 这个凸起来的这一面 能看见吗 凸起来这一面 我就是这样来擦上嘴唇啊 然后我擦给大家看看 就是这样 嗯 非常棒 这个确实非常棒 嗯 很滋润 然后它里面据说好像是 应该是有美容油的成分吧 有美容油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呢 上上去之后 你不会感觉说非常的黏腻 然后像一般就是有一些唇彩都会很厚重 就你 这样抿嘴的时候你会感觉这块 嗯 像是抹了一层膏状的物体 就很难 很难 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 抿嘴的时候就这样啵啵两下 你就会感觉比较困难 但是这个呢完全就不会有那种感觉了 就是非常的滋润 非常的丝滑 然后也很 也不会很油腻 虽然它里面有美容油的成分 但它一点都不会有油腻的感觉啊 嗯 然后呢 它有使用说明书 使用说明书上是写说 嗯 这样占取一次 这上面 这个刷头上面的量 就是你擦一次在嘴巴上的量 然后呢 你擦完了之后 你最好是用你的 呃 湿巾也好 或者是卸妆湿纸巾 或者是 呃 纸巾都不要紧 你就是把这个头 刷头 把它擦干净来 然后你再放回这个里边 这样呢 它里面的唇釉的颜色才不会变色 否则呢 你每次擦完了 就直接放回去之后 它就容易导致这里面的颜色 它本 整个就变色了 总之 说明书上是这么写的 我觉得挺有道理的 哈哈 哈哈 我们家的狗 我们家的狗 在枕头上睡觉 然后自己滑下来了 好好 不说这些 好 呃 它很贴心的是呢 附赠了一个这样的 一个袋子而已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 把这个唇膏 就 不是唇膏 把这个唇釉放在这里面 这样你随 随身携带呢 也不会被包里的东西挤压 然后弄的 这个 包装全都滑的一道一道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嗯 希望大家会喜欢哦 拜拜